市府的重大公共工程存在 疑似黑箱作业 脱工减料 施工品质千家的三大问题 火力全开 炮口对准林志坚 与沈慧红新竹市府团队 公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 召开记者会 继续质疑市府工程藏有弊端 工程材料数量都没有记录 这要如何验说 这跟黑箱作业有什么不同 话说得很重 就是因为根据新竹审计时抽查 市府至少有18件重大工程 全都没有实质记录材料数量 怀疑黑箱作业和偷工减料 林根仁更指出 审计时报告还显示 有多项停车厂工程 施工品质查核结果欠佳 大酸市府为给民众应有的工程品质 市府对于厂商的查核 难道是闭着眼睛进行的吗 谁最照顾市民 谁能够给市民的未来更好 谁能够把过去的弊端 能够找出来 我想市民心中 自有一八成 选举倒数计时 林根仁再打绿营市府 疑似施政弊端 争取选民支持 接着综合报道